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尚恩 一開始可以注意到呢敵方的梅娜非常調皮 想要把我的藍拉出去喔 幸好我們有先把這個藍拉出來一點 如果你也覺得敵方的梅娜很調皮呢 請問影片點個喜歡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呢可以考慮訂閱 打開小鈴鐺呢才不會錯過影片的通知 如果你不知道呢 克尼亞卡是目前排位 勝率最高的吃可以打野 在排位的前幾名呢幾乎都是輔助喔 這版本的輔助影響力呢果然非常大 這場我們的開局呢是從藍開 把所有野怪吃完一輪呢可以上四等 OK這邊我們提米前期被守殺 輔助前期呢如果被消耗到沒血回家 甚至被抓掉擊殺呢會非常快喔 還好呢這次提米死的比較早喔 魔龍還沒出來呢他就可以復活 如果在魔龍出來的時候剛好死掉呢 就會直接掉魔龍 因為敵方會多一個人喔 四打三還是五打四 喔這邊人物加絕呢被敵方的齊爾抓到 這邊是救不了喔 我們快速把這個野怪 快速把這兵線推掉 這邊如果隊友被單抓的話呢 我們是沒什麼辦法可以做 而且少一個人呢 少要打多團戰也打不起來 這邊我們少個中路呢 我們沒辦法第一時間把這個魔龍吃掉喔 而且敵方的輔助一直在附近看視野 這個魔龍呢是不能開的 在敵方都在附近的情況下 如果我們開魔龍呢 會全軍覆沒 這魔龍不能開喔 這邊提米應該現在 魔龍旁邊的草呢先看一看 我們這個藍呢就可以回去幫忙 如果敵方開的話我們還可以強 王克里納卡呢 經濟還是蠻重要的喔 這一波如果敵方吃掉魔龍的話呢 就讓給他們 畢竟我們附近也是沒視野喔 也不能茫茫的衝進去 OK果然被他們吃掉了 那這裡掉了魔龍呢 希望隊友不要死 結果我們找到一個殘血的卡莉 先把卡莉收掉 抓敵方的洛克血量也很少 我們先躲開馬洛斯大招 大招呢就好手再開個大招 去踩敵方的打野 這一波成功是要打野跟馬洛斯 OK原本是逆風的開局 現在 最後來一點呢 比數來到了3比4 而我們的中路呢也拿到兩個人頭 這樣子挺不錯的 木家絕沒有位移呢 他比較脆弱一點 有人頭的話呢 可以增強他保命能力 這一波我們試看來抓個洛克 直接開啟大招 先踩下去 給他一套人造 再用制裁把環組 最後再一個1技能 人頭為我們收下 目前比數來到了202 那我們直接開啟大招呢 看敵方有沒有能夠來防守 抓到一個卡莉 OK這邊我們2技能呢 用來穿牆的話 可能會更快的把卡莉擊殺 收到人之後呢就要撤退喔 這邊下路已經沒有兵線 我們先把這個藍吃掉 抓到敵方的齊爾在推我們中路 趕緊過去防守 先把兵線清掉喔 收他的時候呢 記得要優先清兵線 給敵方齊爾一套連招 最後一套敵方馬洛斯過來支援 馬洛斯跳了大招 我們先把這個藍吃踩掉 躲過馬洛斯的保養斬 開啟大招 踩 成功擊到敵方齊爾 有鑽就好了 我們趕緊過來吃個飛龍 敵飛龍呢還有額外的跑速喔 我們先說我們奧義的部分 中間十個必優呢 你也可以改成十個刺殺 這樣子會跑得更快 注意敵方馬洛斯水龍不滿 我們只要一套連招下去 先離開防禦塔 最後任頭還是我們手上 過來防一防敵方野怪 這邊要注意呢 我們趕緊要開大招逃脫 OK剩下144血量 這波就不打了 我們血量有點殘 敵方改一撐機 推掉我們中路防禦塔 這波能不能血量這麼少呢 不好辦事喔 先回家補個血 那我們順便收一收我們的出裝 第一件裝備呢 如果你喜歡的話也可以改成收魂劍 但是呢我個人是比較建議帶斧頭 如果你不知道為什麼的話呢 你可以都試試看喔 畢竟我們呢要 整個衝進去前方 用我們的肉身去殺人喔 厚一點呢多點血 多點物防還是比較好的 而且呢我們爆發已經非常夠 說到敵方洛克之後開幾大招 本來要追齊爾 結果發現是殘血的梅娜 連同敵方卡莉一併帶走 這波呢還是挺賺的 目前我們比數已經反超 這邊趕緊過來吃個魔龍 希望我們隊友不要打輸喔 喔 結果敵方騎爾還是拿了一些人頭 但我們幸好把魔龍吃掉了 在這版本的魔龍呢 還是挺重要的 你把魔龍吃一吃呢 血球滾起來 團戰的優勢會非常的大 畢竟呢排位賽在 大家技術都差不多的話呢 就是看誰更有錢喔 誰的裝備更好 這裡我想要叫埃里呢 上去抓這個馬洛斯 先發一個信號喔 老過去給他吃一套連罩 OK 我們埃里成功收到馬洛斯 但敵方的資源來得很快 OK 直播 敵方洛克從旁邊攔截 連下路都跑過來了 復活之後呢我們來追究我們的提名 一踩下來 加上埃里的搭配呢成功復仇 這邊是個海星的交換 目前比數來到了16比11 我們大招可以直接殺掉敵方的卡莉喔 喔 把他踩死了 然後過來抓個馬洛斯 打馬洛斯呢我們可以用二技能來躲他的八道戰 只要不被斬中的話呢 我們還是蠻有優勢的 畢竟呢 甲蟲有一個百分比的傷害 專門可以殺坦克 這邊我們還是要把野怪全清喔 畢竟線上的兵線呢都讓我們隊友吃了 我們還是需要經濟的發育 玩大野呢千萬不要一直為了抓人 然後沒有吃到野怪 沒有經濟喔 抓到敵方的洛克 請他吸到連罩 喔 這一波有點驚險喔 洛克打架果然非常強 那我們趕緊過來吃個魔龍壓壓進 這一波注意到敵方的奇爾還是有點遠 我們快速把這魔龍吃掉 敵方卡莉在附近 用個大招 吃掉之後呢就趕緊溜 把附近野怪吃一吃呢 發育順便回點血 敵方的奇爾現在往我們加里飛 我們試看抓不抓到 大招踩下去直接一套 OK 成功擊到敵方奇爾 那我們趕緊回家 而出裝的部分呢可以看得出 我們是以追求最大爆發為主喔 除了第一件第二件呢 可以增加我們前期的順程能力 更好抓人滾雪球 後續的裝備呢全是增加爆發的裝備 畢竟克里納卡呢追求一套必殺敵方的後排英雄 然後快點快速把這個凱撒吃掉 那我們順便說一說裝備更換的部分喔 王子之間呢也可以換成全能武器 這邊準備一大招 上去把凱撒吃掉 OK 成功吃掉凱撒 趕緊開6 美娜追得上來 但美娜傷害不高喔 感謝提米的護盾 我們快速把藍吃一吃 這邊我們身上還有一條天空巨龍 這邊把附近野怪都吃一吃 OK 發現敵方沒拿 雖然還有點少 我們先請他吃一個大招 他用大招斷了我們一大招 還挺秀的 這邊我們終於買出了王子之間 我們嘗試呢連推 喔 敵方下路推的有點深喔 這波我們本來打算 跟隊友一起從閃爐下路推出去 以路上我們隊友應該打贏才對喔 畢竟呢他們的經濟更高一點 這邊追到敵方的洛克 我們嘗試來抓一波 OK 發現一隻齊爾 那齊爾也撤退了 我們請解放馬老師一套人炎 一技能普攻 有點可惜普攻沒打下來 差點收到敵方的馬老師 暫時沒有門的時候發育一下 畢竟我們還沒滿裝 待會我們買出了天叢金之後呢 任何敵方的梅娜都可以融化 如果你不知道呢 假裝了一技能 成功觸發的話會回復冷卻時間喔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更加頻繁 要抓敵方梅娜 請拿去一套 先抓敵方的輔助喔 先抓敵方的輔助喔 冰線呢是一直被推回來的狀態 我們先來吃個藍 這邊隊友希望不要打架 好我們趕緊把兵線推出去 拿給隊友一點支援 OK這波 這齊爾衝了出來一個大招 竟然就直接把我秒殺 應該是剛剛他有那個 大龍的加成喔 魔龍的進化版 我們影片呢也稍微的快轉一點喔 快轉一下 畢竟這一場有點長 這邊呢我們嘗試來推個下路 抓到齊爾請拿去一套 我的天 他的爆發也太高喔 直接開啟大招普攻呢 就把我們擊殺了 待會遊戲結束的時候呢 我們再看看他是 什麼樣的出裝 這邊趕緊壓進去喔 三條路結束遊戲 注意到敵方的齊爾進了草叢 我們先往左邊一點 齊爾開著大招 我們回進他一個大招 成功反殺敵方的齊爾 這一把呢齊爾急了一點 我們隊友在中路人也成功打贏 我們看看要不要 兩條兵線一起進去 最後買一個死神鐮刀 避免被敵方再一次秒殺 這一波呢感覺可以直接結束喔 往後拉一點 先躲開敵方的洛克 洛克已經開了大招 這樣子他下一波就沒有大招了 他沒大招之後呢 我們嘗試直接結束 抓敵方的卡莉一套 OK 最後呢拜託我們提米 以後用著提米來成功吹敵方的主堡 贏了戰遊戲 以上呢是我帶來的克力南卡帶來的閃爍 克力南卡玩完的關鍵呢 就是要快很準喔 他最強勢時期呢是前中期 如果到了後期呢 大家裝備起來的話就會 比較疲弱一點 最後呢喜歡影片就按讚訂閱打開鈴鐺 我是尚恩 我們下次見 掰掰